在端午节前夕已经见白蛇娘娘出没吗 这是在桃园中立消防队 中午接获了民众的报案 有一条黄金巨蟒出现在草丛的旁边 吓坏了路过的民众 消防队员呢紧急带着 骨蛇钱跟蛇龙前往现场 不过看到这么大的一条蟒蛇体型 也吓了一大条 这条长270公分 重达18公斤的黄金巨蟒 还得要两名状汉联手才能将它抬出来 消防队员中午接获民众报案 一条大蟒蛇突然出现在 中立三名路的草丛旁边 吓坏顾过民众 发现到这个巨蟒 然后就叫我们过去抓 在草丛里 然后就把他步骤抓回来 当时小蟒队员带着捕蛇钱 和蛇龙前往现场 没想到竟然是条超大黄金巨蟒 捕蛇钱根本使不上力 幸好这条蟒蛇也性不强 两名消防队员直接徒手抓蛇 把他带回消防队上 也让当时围观的民众直说 难道是端午节白蛇娘娘现身了 不过消防队员怀疑 这条黄金巨蟒 很可能是遭到弃养 或是趁四主不注意时投流出来 目前将他安置在消防队上 并且通知农业局做后续处理 记者黄主豪 未听桃园采访报道